前几天,中国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的经济数据。 作为宏观经济变化的晴雨表,也是最重要的前瞻指标。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.8%,比上月上升0.7个百分点。 看到数据回暖,可能有人会有疑问。 数据看似还行,为何决策层如临大敌,甚至强调要正是困难。 这就需要解释一下,采购经理指数与其他指标的不同之处。 比如我们说的,CPI,GDP,全都是同笔指标,都是跟去年同期比。 但采购经理指数,却是一个环比指标。 他讲的是,9月份对8月份是好还是差。 反映短期的,经济走势与趋势。 如何判断是好是坏,其实也很简单。 以50为分界线。 50以下属于收缩,50以上属于扩张。 而采购经理指数,之所以里面有采购二字。 实际上就意味着,制造业究竟看好不看好未来。 因为只有看好未来才会扩大采购。 不看好未来,肯定倾向于收缩。 我们再把这几点,带入实际数据来看。 8月指数,是49.1。 不仅连续4个月,处于50以下。 而且下行的速率,还在加快。 且还是在政策不断支撑生产端的情况下。 到了9月份,这个环比指标,依然在50以下继续徘徊。 且已经连续收缩5个月。 也即9月比8月还变得更差。 只是变差程度,稍微缓解了一些。 目前9月份,其他的经济数据,还没有公布,所以看不到详细情况。 但8月的数据已经很全,可以拿来参考。 例如,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,同比下降,17.8%,情况已经比较严重。 但这还没完。 截至8月末,国有企业利润总额,28837亿,同比下降2.1%。 资产负债率,64.9%,上升0.1个百分点。 大家都知道,相对民企而言,国有企业的日子,是比较好过的,但利润总额,居然也还是下降。 再看财政数据。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。 上半年前6个月,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,11.59万亿,同比下降2.8%。 到了8月,税收收入入得9819亿元,同比下降5.2%。 非税收入,2294亿,同比增长8.8%。 也就是说,8月份税收下降很猛,非税上涨很快。 说明企业的情况越来越复杂,罚款等收入上来了。 前一段时间,地方各种杂锅卖铁的文件,又或者是,远洋捕捞的新闻。 再或者是某县市监局,要某企业交,2000多万罚款。 这些其实都和非税收入有关。 而且,有些地方,还拖欠养老保险。 是在省政府的直接督办下,才把这些地市的养老金补齐。 这些都能说明,地方政府手头紧张。 还有一大块不得不提,那就是卖地收入。 1至8月,全国政府信基金预算收入,26821亿元,同比下降,21.1%。 其中,地方政府,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,20218亿元,同比下降,25.4%。 降幅较1至7月,扩大3.1个百分点。 按照数据推算,8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,2455亿,同比下降,41.8%。 降幅较7月,扩大1.5个百分点。 也就是说,8月份是一个,加速下滑的趋势。 但8月份有个亮点,就是外贸。 中国海关总署,9月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。 今年前8个月,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,28.58万亿,同比增长6%。 不过,外贸数据里面,有多少是靠补贴撑着的,我们不得而知。 而内需消费,一直不太理想。 据统计局数据,1至8月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,31.25万亿元,同比增长3.4%。 其中8月份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,3.87万亿元,同比增长2.1%。 从3.4%到2.1%,也就是说,8月的数据,拖累了前7个月。 要知道,8月份可是暑期。 这说明很多人在暑假里都选择不花钱。 1至8月,服务零售额,同比增长6.9%。 餐饮住宿都属于服务,确实有明显增长。 增速比同期商品零售额,快3.9个百分点。 8月份商品零售额,3.44万亿元,同比仅增长1.9%。 低于经济整体增速。 业绩人们,不怎么买东西了。 更严重的,其实是就业数据。 其中,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,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,为18.8%。 比上月上升,1.7个百分点。 连续两个月上升,且创今年以来新高。 这一数据,仅是全国城镇,并没有包括全国农村。 不发达地区的青年失业率,可能远远高于,18.8%。 只不过没有统计,或者是很难统计。 如果是,全部统计进去的话。 全国青年失业率,应该在20%以上。 也就是说,每5个人中,有一个人,就处于失业状态。 青年劳动力,是宏观经济最敏感的一类人群。 他们在经济向好时,会明显受益于,劳动力市场的繁荣,就业率提高。 而在经济变差时,他们往往最先受伤。 一方面,企业停止招聘,步入社会的阴界毕业生,工作机会减少。 另一方面,如果企业开始裁员,他们是优先被裁的对象。 所以,为什么7月政治局会议,政策转向力度不及9月? 那是因为,上半年的整体数据,还没这么严重。 所以当时的判断,应该是给点时间再看看。 但是,到了7、8、9月再来看。 三季度宏观经济指标,其实压力已经非常大了。 且恶化速度,可能超出预料,政策开始着急转向。 所以说,这次股市为什么突然拔地而起? 主要来自于,对政策转向的期待。 首先是货币政策的大转向,现在已经逐步落地。 市场期待的,是未来的财政政策。 觉得货币政策,已经转向,后面财政政策,还会来个大的。 但如今市场涨到这种疯狂的程度, 其实等于把整个政策端架了起来,出了一个难题。 一旦政策公布,与市场期待不相符。 匹配不上,这种疯狂的涨幅。 那即便政策,却有实质性的利好,也会变成利空。 导致资金恐慌性抛盘,踩踏实的出逃。 政策力度,要超出以往所有的猜测,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。 另外还有一个场外风险需要注意。 当地时间,10月2日。 伊朗发射多枚导弹,攻击以色列。 这个消息一出,立即引起了海外市场的恐慌。 导致美股大跌,原油飙涨。 日元对美元,一度拉升超50点。 整个市场进入了一个,避险状态。 是什么原因,导致事态升级了呢? 中东的局势,一直很复杂。 这次可以归结为,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讨伐。 真主党的背后,一直有伊朗支持。 是一个,公开的秘密。 然而,随着一局势,变得越来越紧张。 加上这几天的加速恶化,伊朗被逼到了墙角。 最大的一件事,就是9月29号。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,哈桑纳斯·鲁拉被杀。 同时,以色列对黎巴嫩,进行了猛烈的空袭。 空袭导致,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,和一名高级神职人员丧生。 黎巴嫩总理表示,以色列的持续空袭, 可能已经迫使黎巴嫩各地,多达100万人逃离家园。 而为了反击,同日,真主党则向以色列北部,发射了多枚火箭弹。 伊朗的最高领袖,哈梅内伊警告说, 纳斯·鲁拉被杀之仇,不会不报。 同时宣布伊朗全国,为其举行为期五天的哀悼。 然而即便除掉了,真主党的首脑和高官。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,并没有收手地打算。 他发表声明,将纳斯·鲁拉的死称为历史转折点。 以色列已经下定决心,继续打击敌人。 然后在纳斯·鲁拉死亡的第二天, 伊方又袭击了数十个真主党目标。 小弟都被打成这样,再不出手大哥难当。 所以,伊朗发动了大规模报复袭击。 至少从导弹数量看,伊朗也算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。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称,此次打击,使用了几十枚导弹。 而以色列国防军则声明称,伊朗发射了180枚弹道导弹。 那么伊朗的导弹,炸到哪里了呢? 网上有不少说法是,伊朗导弹炸的,都是荒野空地。 当然也有说法称,伊朗导弹炸掉了20多架战斗机。 其实这两种说法,目前都不能确认。 综合伊朗与以色列的信息看。 伊朗这波导弹打击的是,以色列的军事目标。 主要是几处空军基地,其中包括内瓦蒂姆空军基地。 而且这次袭击比年初那次,力度强了很多。 中程弹道导弹,履于级别的骑射。 有画面显示,多枚导弹成功突防。 当然,伊朗虽是匹夫一怒,这次的导弹骑射与突防,也更像那么回事。 但是它依旧是留有余地的,都是有针对性的打击。 而且导弹发射完毕后,伊朗的表态,还是和上次一样。 军事行动已经结束,除非以色列决定,采取进一步报复。 如果以防采取,报复行动。 伊朗的反应,将会更加猛烈和有力。 其实意思还是,你来我回。 这一回合,就算过去了。 信号也很明显,伊朗不想事态进一步扩大。 伊朗现在国内压力也大,新总统刚上台,也迫切希望,改善国际环境。 全面与以色列开打,并非伊朗的最佳选择。 所以,它本质上依然还是,政治性的导弹秀。 意在展现自己的斗争性,并给小弟们鼓鼓士气。 就目前中东民间的反应来看,伊朗的这种政治性目的,是达到了的。 毕竟大量导弹砸以色列,在当地,也算是喜闻乐见的。 而以色列现在,又宣称拦截得很好。 其实也是给自己台阶下,后续就算不升级的话,也有个解释。 总的来说,看似第二次中东战争一触即发。 但目前,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。 只不过,中东局势似乎没有任何降温的迹象。 而危机,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,在突如其来的时刻爆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